月黑风高杀人夜 你有没有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呼唤 好看不火的夜班老司机回来了 假如我今天就掏出压箱底的宝藏电影 回忆录 有情提示 全篇没有任何高能镜头 但看完后的压抑和绝望 恐怕很久都缓不过来 静静的夜睡不着觉 想要深夜玩刺激 来找夜班老司机 快上车 没时间解释了 故事发生在2001年的日本东京 四名年轻人在一家花店打工 负责制作客户名单的填口 突然人间蒸发谁也联系不上 同事们很担心 心里总有种不祥的预感 于是这天下班后 不安的眉穿裙子决定要去填口家看看 结果按了半天门铃也无人回应 裙子在花盆下发现了备用钥匙 便擅自进了屋 房内凌乱不堪 也不见填口 裙子本想找到名单就离开 突然披着身后一道黑影洞了 天狗看着有些憔悴 得知裙子的来意后 随手指了指桌子 接着便拿起一卷绳索 走进房间 可就在裙子寻找名单的时候 房间里忽然传出轻微的响动 等他走近一看 顿时瘫软在地 天狗毫无征兆地自杀了 这让同事们完全傻眼 可更可怕的是 路向里的填口呆若目击地站在书桌前 而电脑像是湿湿监控着房间 眼尖的裙子还在角落里发现了脏东西 几人摸不着头脑 但知觉告诉他们 填口身上一定发生过什么 无独有偶 东京大学生亮介也遇到了怪事 电脑小白的他 鼓刀半天好不容易连上网 出来的却是这样的画面 这是什么新型直播吗 没等亮介搞清楚 屏幕上又跳出一行字 吓得他赶紧关机 谁知深更半夜 电脑居然自己打开了 亮介被吓得不轻 隔天便跑去机房求助 管理员春江听闻 推测是遭到了黑客入侵 并告诉亮介 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 你就先这样再那样 另一边 花点的伪太郎接到一通奇怪的电话 这分明是填口的声音 为了弄心真相 他独自来到填口家 却发现墙壁上有一团人形黑影 恍惚间甚至出现幻觉 从填口家离开后 伪太郎撇进楼下 有扇房门被红色胶带封住了 好奇心爆红的他当即决定 进去看看 起了空无一人的房间里 突然出现白衣阿飘 看着女人一步步朝自己逼近 伪太郎吓得一耳都直了 从这天起 伪太郎变得沉默寡言 裙子关切地问他发生了什么 得到的答案只有三个字 没过多久 伪太郎便化作一滩黑影 消失在了女人面前 与此同时 亮姐的电脑又出现了鬼影 事先准备的反入侵操作 根本派不上用场 他只能再次求助纯江 但这显然超出了科学的范畴 亮姐想去图书馆找找线索 却意外瞅见了什么脏东西 更离谱的是 不止他一个人能看见 大话的这人叫川岛 在他的怂恿下 亮姐一个箭步冲了出去 可下一秒 阿飘不见了 川岛告诉亮姐 他研究这事很久了 都说人死后会去阴曹地府 但现在人口基数这么大 地府的空间也有限 当再也容不下他们时 无处可去的阿飘们 只能入侵人类世界 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与人结合 把人类的住所 变成自己的地盘 这番话看似脑洞 打开不合逻辑 但细想之下 却不无道理 因为从这点起 街头随处可见 用红色胶带封死的密室 以及情生自尽的人 多次目睹残壮的群子 也意识到了不对劲 自从伟太郎死后 自己的朋友和家人 接二连三地消失 墙上的黑影却越来越多 亮姐也发现了这点 她急忙找来春江 却发现 女人已经变得神志不清 嘴里嘟囔着要逃离这里 于是亮姐决定 带着春江离开东京 可没想到 平日拥挤不堪的车厢 如今只剩下他们两个人 列车驶到半路 莫名其妙地停了下来 亮姐想去车头查看情况 叮嘱春江留在原地别动 可一转身 女人夺门而出 不见了踪影 春江回到家中 打印机突然启动 她收到了一封阿飘的来信 关于死亡密室的制作说明 只需要一条红色胶带 从此和人间说拜拜 紧接着 电脑出现同样诡异的画面 更可怕的是 这次的主角变成了她自己 春江不受控制的转过身 走进黑暗之中 等亮姐赶到这里 屋内一空无一人 绝望和阴郁的气氛 在整个东京弥漫开来 迷茫的亮姐和群子 在街头相遇了 这年头遇到一个活人 比找对象还难 于是两人一拍即合 决定结伴同行 但在那之前 亮姐想带上春江一起走 两人寻找了许久 终于在一座废旧工厂里 找到了春江 可没等他们开口 女人当场印旦自尽 弱大的东京 终究只剩下他们二人 亮姐装满看皮黄金的 95号汽油 准备路上用 可偏偏在这时 身后那道门开了 周围贴着醒目的红色胶带 明知这是危险地带 亮姐还是控制不住自己 打门随即上锁 墙上献出一道鬼影 尽管心里早有准备 但亲眼看到这一幕 亮姐还是相当震惊 不停地安慰自己 不甘心坐以待毙 天真的亮姐 甚至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 和就在他转身扑上去的那一刻 亮姐三观崩塌了 这 这怎么跟说好的不一样啊 亮姐吓得贪婪在地 等群子找到他时 人已经变得浑浑噩噩 城市里到处弥漫着黑烟 两人只能一路逃到码头 乘坐快艇 向茫茫的大海驶去 幸运的是 他们遇到了其他的幸存者 这群地球上最后的人类 将在大海中继续寻找生的希望 至于亮姐 最终没有逃离诅咒 它化作一滩黑影 却也能永远地陪在群子的身边 这部电影刚看完 相信不少观众会一头雾水 其实只要结合一下 本片拍摄的时代背景 电影所要表达的东西 就不言而喻了 2001年 是互联网刚刚兴起的时候 人们沉溺在网络交友之中 看似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 实际上却把人封闭在自己打造的密室之中 非现实的虚拟交往 永远无法填补内心的孤独 反而让其越演越烈 而这种孤独感和无助感 只要稍加煽动 就会让人失去活着的信念 就像片中所展示的那样 行尸走肉般的活着 和死了的阿飘 没什么两样 你说它无聊吗 确实无聊 没有恐怖片常见的 Jump Scare和吓人的音效 甚至有点看不下去 但不可否认的是 黑泽青导演前瞻性地遇见了 互联网的弊端 并通过光线 构图 视角 营造出了后现代世界末日的绝望之感 当这个世界上只剩下你一个人 究竟是幸运还是不幸呢 也许我们能做的 就是在那天到来前 活在当下 珍惜眼前人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我是霞叔 下期视频依旧精彩 我们不见不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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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